我们平时很多的年宗里面都有缘起咒 这个就叫做缘起 缘起咒 我们很多时候也在年 这叫做缘起咒 然后这个缘起咒 它的一词翻译了以后 就是诸法从缘起 这个就是法 这个第一句话 所有所有的法 一切法都是从淫缘产生的 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了 如法就是所有的 法是什么呢 法就是万事万无 法就是万事万无 万事万无都是从淫缘起 从淫缘生起 没有一个是不需要淫缘的 都是淫缘产生 所以诸法从缘起 然后就是说 如来说是淫 如来就是佛 佛说 这个就是佛说 这是淫 佛说了他的印 佛就是降了他的淫 万事万无的淫 万事万无生起的时候 佛他的印是什么 他的缘是什么 佛陀就是正确无误的 讲了他的淫 佛就是说 这个不是糟无足 这个不是万能神 这个不是无印无缘 有淫有缘 那么淫缘是什么 我们前几天已经学过了 印相淫和怨相淫 就是这些 这些都是 这些是这些万事万无的淫缘 简单的说 万事万无的淫缘 这是他们自己的淫缘 当下的这些淫缘 如来说是淫 如来就是所乐 如来佛就所乐 正确无无的讲了 万事万无的这个 产生的淫缘 万事万无产生的淫缘 所以叫做 如来说是淫 必发淫缘境 这些万事万无 这些结果 最终 如果这个淫和缘 毁灭的时候 淫缘结束的时候 然后呢 这些罚也会结束的 也就是说 淫和缘 灭的时候 然后这个罚也会灭 所以万事万无的淫生 万事万无的存在 万事万无的毁灭 都跟淫和缘 有关系 然后跟这个淫缘 根本就没有关系的 鬼 神 等等 这些都不需要参与 在这个淫缘当中 万事万无都有自己的淫缘 逼发淫缘境 就是他毁灭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的淫缘不存在 所以他就毁灭了 然后十大沙门 大沙门是什么 大沙门 沙门 沙门就是修心人 然后这个沙门呢 外道的修心人也叫沙门 佛教的修心人也叫沙门 然后佛教的这个修心人当中 一般的这些 比如说像这个比丘 沙门 这些也叫做这个沙门 因为都是修心人 所以就叫沙门 但是他们都不是大沙门 大沙门就是佛 大沙门就是佛 十大沙门所 这个就是大沙门所的 就是佛所的 这样子的缘其星空的道理 道理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宗教里面 只有佛才讲 这样子的万事 这样子的淫缘法 其他的这些宗教 都不是这样讲 那这个 就是这个缘其重的意思 就这四句话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